现在是美西时间4月13号晚上的9点08分 那根据路透社的新闻 伊朗在星期六13号晚上呢 向这个以色列发射了20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 以报复这个4月初 伊朗驻叙利亚大马士革领事馆遭到致命的空袭事件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加哈里在星期天表示 伊朗发射的数十枚地对地的导弹当中呢 只有几枚是落在了以色列的境内 造成一名女孩受伤 并且呢对这个以色列南部的一个军事设施 造成了轻微的破坏 但是呢这个伊朗官媒当天早些时候呢 就表示这个伊朗的开巴尔导弹 是成功袭击了以色列内盖夫最重要的空军基地 应这个以色列的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呢 在星期天将召开这个紧急会议 讨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 以色列和美国领导人也举行了这个电话会谈 那么白宫称将会提供这个拜登和内塔尼亚胡的通华内容摘要 那拜登在本周的早些时候曾经表明 美国对支持以色列安全是有着铁一般的承诺 另外呢我们根据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啊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星期六发表声明说 美国防长奥斯汀当天呢跟这个以色列防长加兰特也通了电话 双方就讨论了中东地区面临的这些紧迫威胁 那美方呢是重申了坚定支持以色列抵御伊朗的袭击 声明当中还表示奥斯汀向加兰特再次表态表示说 美国将坚定的支持以色列的防御行动 以色列可以依靠美国的全力支持帮助以防抵御伊朗 以及其地区代理人发动的任何袭击 而就在半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强烈谴责了伊朗和他的代理人 对以色列的一个袭击 并且宣布将会召开七国集团 即其领导人会议协调对此事的外交回应措施 好具体的这个分析呢 请大家关注这个美西时间 周一早上9点10分的思想主义啊 那么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 感谢观看